文化 以后他就是你们总务科的人了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总务科的高科长 你以后跟他好好学习学习 刚来第一天 悠着点啊 您放心吧 总裁 带他先去看看吧 好的 这边走 好的 再见 高科长 请问总务科都做些什么啊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 我吩咐什么你照做就行了 你听好啊 在总务科 以是男是女 多到岁数 什么家庭背景都不重要 关键是要听话 既然你现在在我手底下工作 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 你明白吗 我一定好好向高科长学习 明白就好 走吧 那这就是我们总务科 管的事情很多 大事小事都有 小到一张桌椅的摆放 大到重要文件的校对 样样都马步都有 特别是整个公司的环境维护 全是由我们负责 所以我们部门是相当重要的 看什么的你 另外还要灰电脑 你会吗 一般的功能我都会 什么叫一般的功能 起码的文字处理 数据输入你得会吧 得有能力完成各主板加下来的任务 这不就是一般的功能吗 呦 这就是总裁介绍来的人呢 是啊 也不知道总裁叫小熟 哎 你跟总裁什么关系 我跟总裁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他为什么让你来上班啊 大概是我来面试的那天 差点被车撞了 是宋总救了我 他跟我聊了几句 知道我急需一份工作 所以就让我来了吧 可真 这才不放心 他原来他不是总裁的工作 瞎叫我什么呀 跟进工作去 真讨厌 我说到哪儿了 除了钢侠的工作之外 我们部门还要负责接待工作 负责一些到访人员的接待 所以呢 我们部门就相当于整个公司的门面 门面 必须得美观 大度 得体 你明白吗 嗯 长得不行就算了 但这衣服 得稍微穿得像样点吧 我 我下个月一发工资就去买 下个月 你明天就得穿正装来 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闲钱 那不是我的事 没钱你去借去 反正明天如果你没穿来 那就不要来上班了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来 你的第一件工作 给我复印十份去 去呀 好 做事得小心点儿 自己看一下打的什么呀 连题目都打错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第一天上班你就敢这样 别人都在努力工作 你就不能学学吗 别以为你是总裁介绍来的 我就不敢动你 我照样的把你开除了 今天就给我加班打印出来 如果你还敢再出错的话 明天就给我回家 科长你看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真的啊 特别透 是吗 我也觉得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下次带面膜来给你试试啊 真的呀 谢谢科长 高科长 请喝茶 你想烫死我啊你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连杯茶都跑不好 你还想不想干了你 实在是对不起 你要的文件 你要的文件 这是你的 给你的 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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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化能进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是人事科的人审核之后才录取的 你怎么会认为是我的关系进来的 不过我说句实话 凭他的外表和办事能力 我实在是找不出陆永泰的理由 特别是春城那样 跟个原始人似的 原始 我们宋氏集团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公司 怎么会用个这么不体面的人呢 体面 他才第一天上班 你多担待一点吧 改天请你吃饭 真的 这样吧 月底请你们全总务科的人吃饭和唱歌 通知全总务科的人全部都要到 总裁 我还有事你先出去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多担心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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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儿 这边 在总务科的人 你还习惯吗 同事们对我还挺好的 上车吧 上车干什么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话 总裁好 别这么紧张嘛 怎么样 总部科还习惯吗 同事们对我还挺好的 上车吧 上车干什么 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样好像不太合适吧 这什么不合适 你帮我站哪儿的意思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就上车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带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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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好骗 不用担心 我只是 带你去买几件衣服 比较正式点的衣服 买衣服 不用了吧 我家里还有一些呢 你现在这样的打扮 肯定会被高红盯上的 而且你想想 总部科代表着宋氏的门面 不能太随便 你自己去挑选的话 也会比合适 我去帮你挑的话 会比较保险吧 是不是 可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我可不可以下个月再买啊 你认为高红能让你拖到下个月吗 好 钱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算是我借给你的 等你领了薪水之后 再分期的还给我 行吗 真的 好 谢谢总裁 就这吧 欢迎光临 小姐里面请 这件啊 好 小姐 请这边 看来 真的是人要衣装佛要精装 人要衣装佛要精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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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私 没有 好 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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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问题 说明你打字速度太慢了 为什么这么慢啊 那你加班呢 不管你弄到几点 明天上班之前 这几份资料我都要拿到 明白吗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成型的 我帮你猜一下好不好 不用了 科长 不用了 那你自己猜